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 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 因为不管你跑多快 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 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 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 但是等等 有没有可能这样 我在射出子弹之后马上就加速跑去追 通常情况下 子弹的出速度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 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 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了 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 战斗机或许还可以 取决子弹离开枪口是战斗机的速度 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 不过应该是开炮的话 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 谁可能会办到呢 似乎只有SRT黑鸟了 但是完成这个壮局的还就不是它 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 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 格鲁曼F11老虎 而它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 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 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 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 上世纪50年代初 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F9美洲式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 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 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式完全不同的飞机 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版的后缘静翼 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 翼间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 方便在航母上存放 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 它就以接近一马合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 把海军机的当机就下了订单 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 看起来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 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 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 它的续航里程呢 坐近见走 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机啊 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 比如沃特F8十字军 于是到了1959年 在短短的4年之后 生产就被叫停了 只有199架被使机造了出来 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 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 按理说啊 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 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 可是它偏布 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弹把自己挤进 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 好时不时跟人炫耀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 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 是的啊 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 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 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F11老虎 从纽约长岛起飞 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 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 阿特里奇以1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服冲 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4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 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 仅仅4秒之后呢 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 接着它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时 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二轮的服冲 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 它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带 可片刻之后 它的驾驶舱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 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机 它立即就放下油门 并拉起机头以降低速度 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夫顿附近的 格鲁曼空军基地 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 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它的物体 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 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它带来麻烦了 它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 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 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它的话说 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 一样剧烈咆哮 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 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 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 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 老虎最终扑上了一片森林 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 说心的是 阿特里奇只摔断了一条腿和三根嘴骨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这该死的鸟 它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 但事后调查显示它骂错了 甚至它根本就不该骂 因为导致它坠机的 正式起初从它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那78炮弹了 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 当炮弹离开飞机时 它们的出速虽然是2700公里 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 而与此同时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 所以并没有减速 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 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以更快的速度向下服冲 于是无意当中它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 11秒后当它重新拉起飞机 第一轮被它射出去的78弹雨正好经过它的头顶 一发撞在了它的驾驶舱玻璃上 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 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 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的 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 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以极低的生还率 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 这两个概率拿出来沉一下 大概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 虽然这个幸运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得好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 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 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这个是一枚经典的M24手榴弹 二战德军的制式手雷 在战场上面的使用量呢 同当时盟军生产的Mk2手雷不相上下 诶 话说如果把他给塞到坦克的炮筒里面 会不会更容易一些呢 好 这显然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手雷或者是手榴弹 到底有没有可能顺着坦克炮管 炸进坦克炮塔里面呢 这个问题咱们视频最后会揭晓的 先还是回到我们的手榴弹本身上面啊 相比起盟军的Mk2呢 德军的M24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如果他俩对着扔的话 M24是可以比Mk2扔得更远的 倒不是因为德军各个都是臂力惊人的 而是这根长柄的贡献了 真的啊 我强烈建议大家实际的来感受一下 握住这根长柄 哎仿佛就是给自己的手臂夹了一截嘛 轻轻一人呢就能够飞得老远了 难怪平均起来啊 他的投掷距离至少是别人的两倍 这就使他更像是一枚进攻型手雷 而不是防御型手雷了 另外他的引爆方式也很特别啊 跟Mk2之类的手雷使用的撞针引信不同 他使用的呢 是一个看上去好像要古老的多的拉伸引信 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拉伸开关了 哎 在座的还有几位知道这个玩意呢 好 回到咱们的手榴弹上 M24的拉伸引爆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 哎 我来拆解K这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 咱们先把手榴弹的头部给拆下来 真家伙也是这么个结构啊 不过不同的是呢 真的外面是由钢板制成的 而我的这个嘛 是用塑料由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手榴弹的头部呢 是装满了TNT炸钥的 所以能够在爆炸时制造强大的震荡效果 对于清理封闭区域是特别有效的 而在开阔区域呢 由于没有像Mk2手雷这样的预支破片 所以效果呢 就相对要弱了一点了 哎 当然德国人也不是没有办法啊 给它外面套一个破片层 不就搞定了吗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是我已经装好的隐姓了 哎 我得先把它给取出来啊 而取出来 你看 咱还需要一个专属的小扳手才行啊 现在呢 隐姓 拉绳 还有拉绳头尾的陶瓷环 就已经完整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隐姓呢 其实是分成好几个部分的啊 最上面是雷管 中间是岩石火药 下面呢 这是点火器 当要扔出手榴弹时呢 我们会先将木柄下方的这个拉绳盖给领开 于是这个陶瓷环就给掉了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力的拉出 拉绳了 哎 绳子另一头呢 原本是被封装在一个裹满摩擦成分的签套内的金属摩擦丝 就被拉了出来 但我这个呢 是用了一个回锡针给大家做做掩饰啊 在被拉出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摩擦的作用啊 就点燃了火焰 工作原理啊 就跟你划根火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火焰先是烧过岩石火药 它有一个相当准确的延迟时间 4.5秒 正负不过0.2秒 接着啊 雷管就上场了啊 他直接就将手榴弹头部的所有装药全部给引爆了 工作结束 最后M24手榴弹呢 还有一个高级玩法 那就是将其他M24的木柄给攥下来 齿流上面的爆炸头 然后将它们捆在一根手榴弹上面 从而制造出其威力加强版本 对付坦克 装甲车 还有攻势啥的就得心应手了 果然啊 还是模块化的设计呢 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 视频的最后 我们来回答一下 手雷VS坦克炮管的问题 答案是 美剧里面演的你们能新吗 首先啊 坦克火炮是后装弹的 这就意味着 在炮管的底部呢 是有一个可以开闭的门 这道门通常处于关闭状态 除非是在装载弹药 而你想都不用想就会知道啊 这道门呢 一定是经过严格加固的 因为它需要承受住炮弹的冲击嘛 所以对比起来呢 手榴弹算个啥呢 国外有个博主好奇 M24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于是就将它塞到了一辆 废弃工程车的金属履带缝隙里面 结果嘛 声音炸的是挺大啊 但是履带连个皮都没有破 就跟没炸过的一模一样 那你说是履带厉害呢 还是坦克的炮管厉害呢 所以这个东西嘛 还真的是欺软怕硬啊 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 自己射出去的子弹 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啊 因为不管你跑多快 子弹射出去的速度 都是在你的速度上 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 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 但是等等啊 有没有可能这样 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 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 通常情况下 子弹的出速度呢 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 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 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啦 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 诶 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 取决子弹离开枪口是战斗机的速度 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 不应该是开炮的话 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 才能追得上 谁可能会搬到呢 似乎只有SRT黑鸟了 但是完成这个壮局的 还就不是它 偏偏是一架 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 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 格鲁曼F11老虎 而它追上自己的炮弹 纯属意外 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 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 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 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 上世纪50年代初 格鲁曼的设计师 开始着手对其F9美洲师战斗机 进行现代化改造 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 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 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式完全不同的飞机 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 和带有扰流版的后缘静翼 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 则被拿掉了 翼间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 方便在航母上存放 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 它就以接近一马赫的速度 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 把海军金的当机就下了订单 要求格鲁曼 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 看起来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 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 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 它的续航里程呢 坐进舰走 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机啊 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 比如沃特F8十字军 于是到了1959年 在短短的4年之后 生产就被叫停了 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 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 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 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 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 按理说啊 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 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 可是它偏布 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弹 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 好时不时跟人炫耀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 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 是的 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 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 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F11老虎 从纽约长岛起飞 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 进行武器测试 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 测试开始了 阿特里奇以伊马赫的速度 一边向下俯冲 一边从机身两侧 共计四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 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 仅仅4秒之后 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 接着他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时 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二轮的服从 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 他再次开火 直接就清空了弹弹 可片刻之后 他的驾驶上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 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机 他立即就放下油门 并拿起机头 以降低速度 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夫顿附近的 格鲁曼空军基地 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 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他的物体 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 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他带来麻烦了 他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 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 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他的话说 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 一样剧烈跑向 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 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 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 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 老虎最终铺上了一片森林 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 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 所幸的是 阿特里奇只摔断了一条腿 和三根嘴骨骑机般的活了下来 这该死的鸟 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 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 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 因为导致他坠机的正式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 那七十八炮弹了 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 当炮弹离开飞机时 他们的出速虽然是2700公里 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 而与此同时 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 所以并没有减速 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 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 以更快的速度向下服冲 于是无意当中 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 11秒后 当他重新拉起飞机 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七十发弹雨 正好经过他的头顶 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 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 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 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 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的 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 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 以极低的生还率 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 这两个概率拿出来沉一下 大概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 虽然这个幸运 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得好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飞机飞太快 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 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 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